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听众参与这个月 前目故居历史人物讲座 今天我得向各位报告 我独立实际彭越列传一些想法跟心得 关于彭越人们所熟悉的这个事实是 他是帮助汉高祖刘邦 成功击败项羽的关键将领 也是在战场上最擅长游击战的作战指挥官 关于他最后落到生死逐灭这样的下场 这一点也是最引发人们同情的 他被被看得为焊出特有的历史悲剧人物 也是个无辜的被冤枉受死的人 有人说 如果太史公在写韩信被杀的过程中 他有一些似似而非的障眼自比 那么在写彭越被杀的问题上 就是赤裸裸的只写刘邦跟吕后的凶残 那问题是这边是谁主张非要杀掉 或者说非要牺牲掉彭越这个人呢 或者说杀掉彭越 有人说杀掉彭越是吕后与刘邦唱的一出双谎 他们是共同合作有默契 而这一点真的合乎历史记载吗 彭越列传基本上很短 不过这篇其实有一些很精彩的部分 愿意跟各位听众分享 彭越者仓义人也之中 常于聚也 聚也在山东 山东聚也在山东 折中为群道 这一段太史公说明他的出身 他是平民 他是在山东一带流窜的土匪强盗 那个聚也则也就是后来小说梁三伯 所在的地方 他不是贵族 可是却在整个历史大肆发展中 他开创了历史 各位那个有机会啊 如果各位听众留心对历史 那个对历史充满关注 同时也那个留心历史知识 或是关注时代变局 清代的造诣写一篇短短的文章 这个应该收入在他的二十二十二十杂技之中 其实有一节叫做汉出不一将相之举 这篇文章充满了惊人的眼光 他说明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片段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变化 他说文章其实很长 我截录某一段 愿意跟各位听众分享 也恰恰来说明彭越这个人 也说明那个时代的特殊性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 有的时代重点在工程师 就像是前几年在资讯业上 那些像是贾博斯 像比尔盖茨这些 这些工程师 他们开创了现在高度科技发展的时代 也就是我们现在 但有的时代重点在贵族 有的时代重点在英雄 而汉初 赵毅说 平民啊 那是个惊人的时代 所有有钱有势的贵族 全垮了 大多垮台 都失败了 向于归主 而真正赢得最后 开创新时代的 都是平民 当时赵毅看到这样的变化 他用很神秘学的眼光说 这是天命 这是命运 他说汉高祖 汉高祖 批肤启示 绞群雄而定一尊 你看看跟着汉高祖打天下那些人 凡快 向市场里面杀猪出声 曹生 曹生也是平民 忘记曹生做什么 这些都蛮卑贱 萧和 小官吏 唯一真正说上是贵族 张良 张良是贵族 不过张良 基本上没做什么事情 陈平 三级贫农之子 他说汉高祖 跟着汉高祖打仗 其成亦多亡命 那些作奸犯客的 无赖之徒 立功一举将相 此契运为之也 天之变局 知识之定 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 只有平民崛起 而是一个过往贵族 消亡的新时代 也是一个新的天命 容我站在赵毅 这篇文章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我想那个什么 为什么平民在那个时候 能出头 当然失败平民更多啊 贵族全面都失败 何以这些平民 像汉高祖 他们最后成为胜利者 虽然他们没钱 没人 也没土地 在过往的时代经验之中 如果是在和平时代 没人 没钱 没土地 根本不可能成就事业 可是在动荡的时代中 这些并不自行的 真的是关键因素 只有平民才有足够的灵活性 你说狡猾也好 机制也好 任性也好 才能去适应那种极度 时代激烈变化 他们淘汰了贵族 而成为新时代的宠儿 这是我对造诣 这一部分历史变化的 进一步的解读 平民是 那个时代 新时代的宠儿 这是历史事实 但我愿意进一步去讲 因为何以是平民 而为何不是贵族 那何以贵族 就缺乏了这样的灵活性跟任性呢 当然贵族的所拥有的知识 所拥有的风度 这一方面是让贵族成为贵族的一部分 但当然这也是一种限制 不过历史上成成败败的原因很多 难道平民就一定能成事吗 也许换个时代 换个前提 不是在汉初 未必就一定如此 这是读历史有趣的 词一时 比一时 接下来 在陈胜向良之起 当时彭越周遭人都看到 陈胜跟向良都起兵了 彭越旁边就劝彭越 诸豪杰相立 那些能打仗的各路英雄人马 都趁着乱世 纷纷挺身而出 称亡了 背叛清朝 他说彭越 你何不也做老大呢 你何不就试试呢 也跟着人家做吧 彭越回答说 两龙方斗且代之 两龙是指 现在那个根据那个 柱 人们都说 两龙就是指 一个是 一条龙是秦王朝 另外一条龙是 陈胜所代表的反秦势力 这两股势力 这边其实可以看到 陈胜在性格里面 其实他有谨慎的一面 相对于各路大各路英雄 就纷纷挺身而起那种大胆 陈胜基本上相对来说 他更为谨慎 更为保守 大概也说明 他看不清 当时的 混杂不明的局势 因为他看不清 所以他不敢 他也不愿意这样 直接介入其中 不要低估他的谨慎 我想这样的谨慎 是他日后被 欲为 以及被公认为 他是中国历史上 最能打游击战的将领 这个游击战术的特点 核心就是 建豪就收 但问题是 我们都说建豪就收 建豪就收 可是你没有那样的谨慎 未必就能够贯彻 游击战的策略 彭月 没有这样的谨慎 让他后来无法成为 历史上公认 最好的游击战将 就过了一年 我彭月看了一年 就在他那边所聚的 聚也泽 都已经相聚了 一百多人 跑去 跟从彭月 要求他出来 就做老大 彭月辞谢说 哎呀 我实在不愿意 旁边人硬拗 抢起 彭月答应 后来 彭月说 既然大家都要来打仗 要用兵了 与其 那我们就先约定 但日明天早上 日出时 早上七点 会面 迟到的 斩首 就没想到明天 淡日日出 明天一早日出 早上六七点 十一个次 最后最后甚至拖到最晚的 甚至到中午才来 于是彭月就实现说 哎呀 陈老 哎呀 我大概是资格老一点 所以你们 勉强 以我为老大为头 今天约定 竟然这么多次的 实在不可禁诸 都已经约好 要杀头了 不可禁诸 我就杀最后一人 于是就叫教长 叫他的手下 杀掉 旁边人都笑着说 哎呀 哪那么严重 哪那么严重 哎呀 以后绝不敢 想来说起 可见我们说这些地方 我们会看到 中国基本上 他的核心 基本上还是一个极其 重要的人情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往来 基本上有强烈的 什么情意 一分温情 这是中国社会一个特点 当然就用人与人之间往来愁促啊 讲这种感情啊 等等 他在某时候 中国人讲情历法 他把法放在最后面 可是 中国毕竟还是一个有情的社会 人情为主的社会 可是彭越坚持 他甚至亲自去拉最后一个人 刻意坚持拔杀掉 杀了 在社坛 祭天 祭君神 因此任命图属 他的首家见到了大金 进而才畏跃 畏惧彭越 莫敢仰慈 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则故事 这则故事基本上就是讲 彭越的用兵智慧 其实这则故事在史记中 有一则非常相近的 我们再进一步去解释 为什么彭越要这样用兵 我想彭越在做老大过程 在做土匪过程中 他慢慢摸索出来 这就是用兵的诀窍 其实那个 这也是那个 彭越这故事基本上也说明 恐惧基本上是在经营管理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类似的故事在孙武 孙武列传之中也有 据说孙武当初拿兵法去见南方的吴王和鲁 和鲁说你所讲的孙子兵法十三篇 我都已经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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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汪和鲁大胆地提出 他说你能不能四次来试验一下 拿你的兵法来试验一下 来布勒组织 行军吗 然后 孙子说可以 何如说可以拿妇人来试验 他说可以 当然那个我们不得不说那个这何如拿那个妇女来行军 这基本上这想法有点刁难人 可是各位要注意啊 为什么孙武会答应你 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其实按照孙武的想法 只要你真正抓住管理 行军以及领导统约关键时 只要你真的抓得住关键 妇女哪怕是妇道人家 都能以兵法统约 为什么 不得不说 那个虽然那个孙子孙武没有讲出那个什么背后行而上的一句 但那个孙武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孙武之所以这套想法之所以成立来自于兵法背后的基础 其实在于人性 而人性其实具有普遍性跟一致性 大部分人 基本上都如此 都如此 只要你抓住那种人性的普遍性的部分 你就能带兵 各位 各位有志于想做头的或是想做领导统约的或是想经营管理的 只要你能够抓住这故事中所讲的关键 你就能对领导统约有深刻的认识 无往而不离 做好经理 起码 不会出太大的差错 后来孙子 后来当时孙武 孙子跟那个无往那个霍鲁鲁打 据说就出宫中北女得180 180个漂亮女孩 听说孙武 那个孙令兵法拉 他就分作两对啊 一对九十啊 以王之宠鸡两人各位队长 接令他们持己 丽音之曰 你们知道你们的胸口的心跟左右手吗 夫人说知道 那孙子说 前就是你的胸口 就是你的心 左 左手 右 右手 后 后就后背 夫人说 诺 后来等到约束 孙子三令五身了 乃射铁 孙月 这个孙月 孙是大斧 孙好像是砧板 不对 孙月那个什么 孙好像是那个什么 我讲孙座 孙是铁字的那个砧板 月是大斧 就是砍头 月是砍头的 那下面那个砍头下面那个砧板 就是孙 然后乃三令五身之 就是不断的一次再一次的 命令那个 那个命令给那一百八十个漂亮女孩 于是骨枝向右 妇人大笑 孙子约 约束不明 我话没讲清楚 胜利不守 降之罪也 各位 那个这个 这边就是孙子教你如何带兵了 他说第一个 兵法不行 首先 先责备将领自己 也就是孙武本人 你可以罚自己钱 甚至打自己鞭子都可以 注意这边 这边就讲孙武用兵 他说一切都按照既定的程序 哪怕是奖赏 哪怕是惩罚 都有一定的 就责的程序 这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喜欢讲的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 等到三令五身后 再骨枝向左 妇人再大笑 那些妇道人家完全不把他当一回事 于是孙子约 约束不明 生令不熟 降之罪也 可是我已经 我的罪已经过了 再明 然后 大家不守法 历史是你们的过错 于是预展左右队长 当时 吴王在台上官看到 孙武坚持要杀他的爱基 吓得 慌了 赶紧派认说 哎呀寡人已经知道你能用病了 不要杀 不要杀 但我没这两个女人 我活不下去 孙武说 我受命为将 将在军 军命有所不受 于是 砍了这两个人 注意 这里非杀人不可 后来 杀了之后 在谷之 果然富人 左右前后跪起 接中 规矩神末 无敢出神 他们往左往右 往前往后 一切按照 军法所需 没人敢 出差错 于是孙武岳 派人就回报 汉王说 兵已整齐 王可以自己试试 为王所欲用之 虽富虽火 又可以 这里那个什么 孙武 杀人 立威 然后成就这一切 当然那个 无王和如 非常的愤怒 但这边 无王和如的愤怒 其实不是这边重点 重点其实是那个什么 人类在组织上 在领导统一上 真正的关键 基本上 也就是后来 韩非所说的 赏跟罚 两件事情 可以说那个什么 我只要能够掌握 赏与罚 人们想要的 跟不想要的 你就可以去 领导统一别人 真正领导者 你必须看到 关注到你下属 他们内心 他们真正想要的 还有他们不想要的 当然照理论上来说 韩非说 自己天下就要顺利 人民 耗力恶乏的特质 前面讲 不管是 彭越也好 或是孙武也好 他们都是 抓住 人们 恐惧 真正不想要的 只有杀人 立威 进而确定自权 完整的领导统预 除了杀人立威外 你还必须给 人们 一个愿景 一个希望 一个好处 进而 引导人们 曹尼所想要 就像当时的汉高祖 以重赏 抓住 当时说 一个时代的人才 而 项羽 做不到 所以他后来被时代淘汰 如果你们能够看到 组织人 或者是你们下属 真正想要的 以及真正畏惧的 你就可以借由操作 人们想要的 以及不想要的 来达到好的领导统预 按照韩非的理想是 赏 必须丰厚 而且一定给 罚也同样 重罚 而且绝对不可以逃脱 这是韩非认为 赏后而性 行众而弊 这是韩非认为 最好的领导统预方法 这是最好的领导统预要求 最基本的要求 按照人性的普遍性来说 过往的时代 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都是活在 赏与乏之中 如果做不到 如果忽略了 就很难成为一个好的领导 不得不说 韩非这番话 虽然出自于现在2500年 可是那个 他依然呵护人类的普遍性 可以说在人们 那个什么 大部分一般人 基本上都是 在这样人类 人性的普遍性下 人们耗力 人们恶罚 讲一个那个什么 不是太相关的例子 为什么台那个 就像是那个法界 近20年来 甚至30年来 不断呼吁 台湾为什么成为诈骗之导 因为台湾 不管是电话诈骗 手机诈骗 诈骗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在台湾诈骗被抓到 诈骗非常难被抓到 抓到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咖 抓到了顶多三年 顶多三年 可是相较于对岸中国大陆 诈骗一旦被抓到 死刑 所以台湾为什么那么容易 被淪为 一方面经济不景气 二方面那个什么 诈骗成本 那个判判刑 受刑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为什么台湾成为诈骗之导 按照那个科刑 那个赏罚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 为什么那个大陆 诈骗的比喻比较低 因为大陆在大陆 诈骗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台湾那个诈骗罪 台湾那个诈骗罪 省的实在是太低了 好 前几天我还 我还那个 我还接到 我还接到那个什么 假冒不快 说我多付款的诈骗 手机电话诈骗 那讲着讲着 他要我多付钱 我想说 诈骗 我当年那个 买三命数学书 差点被骗 伏克赖书 最近被骗 差点被骗 好 大概 彭越 因为这样 因为他能用兵 他是老大 他能打仗 所以在那种乱世之中 他带兵攻城掠地 守祖侯善 祖德千语人 后来那个 佩弓是从荡北 集昌翼 后来彭越 帮助他 这是佩弓跟刘邦的 初次合作 昌翼暂时打不下来 后来佩弓引兵 往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佩弓引兵 往关中地区 杀雀 他大胆的 推展 佩弓 他革命造反的事业 可是 也就在这个 同样历史时刻 那个佩弓 愿意往西 杀过去 而彭越 却在这个时候 他 降旗 重 居居野中 什么意思 彭越 却相反的 他率领 他的部队 往 居野 那个地方 撤退 并 他退了一步 回到 彭越的 基本地盘 他的 真正 流窜的 主要地区 接收 在 卫地 战败的 各路战败的 流散的 军队 这里表现出 彭越的 谨慎 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非常 较为安全的选择 当然 也有人说 也可以说 他错过良机 以至于后来 项羽 入关 望诸侯 彭越 哪怕他手下 万余人 可是 啥都拿不到 无所所 简单来说 因为彭越 没有跟着 项羽 打进关中 所以项羽 分封时 也不会分封 他为王 也没有封 彭越 所以彭越 在那个时候 也没拿到什么好处 一方面 我们可以 是来自于 他之前的谨慎 这来自于 他之前 谨慎 保守策略 一方面 就像我所说 他错过良机 不过我们再 话说回来 在那种动荡的 大局势之中 什么都有可能 也就是 失败也是可能的 成功也都是可能的 而失败 高风险 成功也是高风险 谁能确定彭越 这种谨慎跟保守 有错呢 不知道 如果我们若是 以质疑结果来看 彭越的谨慎 让他错过了 这些机会 不过人生 难讲 人生的好好坏坏 也许 也许这个结果 在这个时期 是好的 可是到下个时期 他要变坏 也许到下个时期 又变好 有没有 想想那个塞翁司马 胭脂飞幅 那个预言 这个道家 当然 这是一个道家 专门编出来 就是告诉你 那个 那个人 人类世界那种 命运的无常性 塞翁丢了马 胭脂飞幅 可能是福 也可能是废话 那那个那个那个 塞翁司马 胭脂飞幅 讲讲那个预言 好好坏坏 一切都很难讲 当然 若是就结果来说 彭越错过良机 他当然没拿到什么好处 可是人到汉元年秋 那个田龙 期望田龙 叛相王 于是给人 派人赐彭将军 让命令他打下 基因以及楚 为什么田龙要造反呢 就像是之前我们曾经讲过 当时项羽分封 没分封给田龙 他那个田龙啥都没拿到 也是导致田龙第一个 反叛项羽 向项羽的权力跟地位挑战 在这两革命大战中 田龙虽然参与其中 可是田龙没有拿到 他满意的报酬 加上田龙跟项梁有过节 所以他第一个反叛项羽 就在田龙反叛项羽过程中 然后彭越参与了反项羽的阵营 处令萧公角降兵即越 越大破储君 萧公角一个莫名其妙的小人物 当然不是彭越这样的人的对手 到汉二年春 然后彭越以魏王豹跟诸侯东即楚 彭越降起兵三万余人归汉于万 等到汉二年彭越才正式的归于刘邦 后来汉王曰彭将军收卫地得十余城 他说彭将军虽然你接收卫的地盘 得到十余座城 欲吉利卫后 你希望赶紧的扶植卫王的后代 今天西卫王豹亦卫王旧从立 他是卫王旧的堂弟 曾卫后 可见的那个卫王豹虽然能力一般 可是问题是他爸妈他的祖先 血统高贵 凭着血统贵族血缘 可以号召人心 所以卫王豹继续被扶植为卫王 那个平民出身的彭越 虽然能力非凡 善于用兵 可是毕竟是平民 在卫帝 特别又在卫帝 虽然彭越不得了 可是他也只能 就他的影响跟号召员来说 虽然他上将骑兵 虽然在卫这个地盘 都是彭越打的 可是也只能被任命为卫相国 就是第二号人物 就是替卫王打工的 可见的那个时代 虽然平民崛起 可是问题是贵族 人人都想成为贵族 当时那个救六国的血缘 依然足以号召人心 只是卫王豹实在太不成事 后来被杀掉 被杀掉 被杀掉 不过那个什么 卫王豹这里 凭着他那份高贵的血统 真正的那份高贵的血统 哎呀 混到了卫王 不过 就像我前面我所讲 此一时彼此 这卫王豹做卫王 连两年不到 他就被杀掉 可见那个动荡的大时代 王 能不能真的成为王 长久自己的王 在动荡的大时代 你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彭越 虽然是贫民 未必也就不能出头 可是出了头 就一定是好事吗 人生的奇妙 历史而无常 彭越的出头 对他来说不是好事 后来 随着局势的发展 汉王之败蓬城 结而往西 狼狈撤退 这个败蓬城是指蓬城之战 这里各位可以去参考 相遇本记 当时彭越 接父王 当时彭越所打下的所有各路城 都一个一个再次被沦陷 被相遇打下来 父王其所下沉 彭越独将兵 北拘和尚 这件事情 怎么的 简单来说就是 当时汉王组织了56万人 对相遇发动的总攻击 可是阴挫阳叉 却不幸的被相遇3万人所击破 而被逼得狼狈戏逃 当然对相遇来说 这是相遇 军事天才的再次展现 3万人击溃56万人 杀的血流成河 两次杀的 怀水维持不留 在这样过程中 汉王实在用结果来证明 他真的在打仗上 他比不上项羽 因此在那里 许多人都背叛了汉王 而跑去拥护项羽 而对彭越来说 他也得面对说 这个时候到底 要不要放弃汉王 要不要背叛汉王 这样的选择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 中途加入汉王阵营的 庞系将领 不过就结果来说 彭越依旧支持汉王 忠于汉王 我想彭越内心 大概都有被动摇过 在当时要能不动摇 继续忠于汉王 那是不容易的 除了汉王真正的直系 铁宗之外 彭越动摇 基本上很容易被 很容易相信 但他能不动摇 继续忠于汉王 这不得了 不过就结果来说 他继续支持汉王 替汉王打仗 到了汉王三年 彭越长往来 为汉游兵 讲的是游击战术 他替汉王在 项羽的后方 进行游击骚扰战 集楚 绝其良于良地 各位若有机会去读 项羽本期 读高祖本期 大概都会发觉 在项羽本期中 后面楚汉相称后期 这么长的叙述中 有几句是成为关键 就像古人说 什么烧楚积聚 绝储粮食 有人说这是关键 而史家也不得不承认 楚汉战争 夏宇为什么会失败 在物质层面上 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缺粮 就是缺粮 楚汉 那个楚汉 相争 向羽跟刘邦之间的 那个什么胜负的关键 有人说可以就领导 从一个角度来看 也有人说 向羽 令 刘邦 大方 也有人从这点来看 可是若就史家来说 他们会从 更具体的因素 就是 就在向羽的 彭越的骚扰战上 向羽 缺粮 缺粮 各位若是看那个古代 各位有兴趣 喜欢看三国演艺 就知道曹老贼 曹梦的老贼 最喜欢的 就是断人梁道 因为这一招真是好用 在传统战争中 粮食极其重要 虽然现在是工业 工商业社会 现在农业 那个农业耕田 扣过机器 基本上极其省力 可是问题是 请各位不要忽略 粮食依然是 人类生存的关键 特别是现在 俄乌战争 以至于导致全世界 全面的粮食 缺粮 以及优加上涨 危机中 人们得再次去面对 以及整个世界 包括说 关心人类苦难 都再次面 都得再次意识到 粮食是人活着的重要关键 容我从最悲惨眼光来看 我相信此下的未来 未来五十年 人类争夺的焦点 在于 有没有足够的粮食 足够的水 还有干净的空气 这些是将来人类所真正会 所要的 你说水 真的可能吗 各位 呀 这是关键 所以 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 那个 在南亚 南亚 南亚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中南半岛各国 非常关注 中共在 牙蚁帐步枪所盖的水坝 那点就是操纵了 亿万人民 身家器皿 就是那个水坝 关键 早在 早在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 齐桓公之所以能称王称霸 对不对 成为霸主 齐桓公跟全世界定的盟约 刚是跟华夏地域定的盟约 就是 不要断人家的水 不要断人家的水 其中有一条 就是不要断人家的水 不要小看这些水资源 水资源的争夺 粮食的争夺 石油的争夺 等等等等 容我再补述一些资料 就在楚汉乡镇的后期 项羽陷入了两面作战的困境 一方面是项羽得被逼而在最前线的行阳 跟汉王相对峙 而这里情势是胶着的 另外一方面在项羽军的后方 前线军的后方 彭越 精彩 最精彩的他正不断的去骚扰 不断的去试图切断 项羽补给的两道 后方补给的两道 这逼着项羽得赶忙 离开前线 试图解决 彭越的游击 战术给他带来的极大麻烦 我们看那个这张图 中间这边那个 蓝色线就是项羽行军图 红色线这个就是刘邦行军图 两边中间对这地方就是前线的行阳 而这边那个有一块 后面一块红红的那个大红 就是彭越的骚扰区 彭越的骚扰区 所以我们若是去 各位若是去查那个维基百科 说彭越是中国历史 他把他称为世界战争史 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战争史 但是起码是中国战争史上 第一个正规使用游击战术的军事家 他是游击战的始祖 他是最能打游击战的始祖 应该说他是最能打游击战的始祖 彭越本人这个人就军事谋略跟指挥才 说他比不上韩信 可在当时论攻击 有人说他超越韩信而无不及 彭越那个韩信是在大战略上 定定胜局 可是真正给项羽 致命一己的 让项羽感到痛的 是彭越 这是事实 彭越攻击超过韩信 这个见仁见智吧 不过不要小看彭越 彭越这个人就谋略比不上韩信 呀这是没错 当时没有人历史上很少有人比韩信更能指挥打仗 然后在楚汉战争中也就是彭越率领部队 在楚后方进行游击战打击楚国的不及 就是我这边就讲断粮嘛 那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 使项羽两面作战 别运服 使项羽粮食装备得不到补给 也给了前线汉军不被项羽 歼灭的机会 各位游击战 就像是我前面所讲 彭越之所以能够打游击战 有一个关键就是彭越在性格中 有一份谨慎 倘若你是个极其大胆的人 你未必 大胆而贪婪的人 你未必能贯彻这套游击战争术 所谓敌退我进 你搞不好因为你的大胆或因为你的贪婪 扑你就踩到坑 那就不是游击战 那个敌退我进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你讲的很轻 讲的很简单 但关键是谨慎 就在谨慎跟贪婪之中 彭越有一份那份谨慎 所以他游击战打得如此漂亮 跟他那份谨慎有关系 有密切关系 性格有密切关系 游击战不是这样打的 没有那么好打的 不是每个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打游击战 以及都能够把这套战术玩得出神路化 这套战术有他特殊的性格要求 那楚汉战争正是刘邦的正面防御 韩信的千里包抄 以及彭越后方游击战基础 才在最后的该辖之战中 有机会歼灭项羽 归下疲惫的部队 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果然汉四年都 这边那个历史记载就讲 项羽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 一方面项王与汉王相聚行阳 在前线纠缠着 彭越呢就在后面攻衰扬外皇十七成 也在后面骚扰 项羽文之 于是乃使曹旧守城高 自动收彭越手下成意 项王从前线撤退 跑去收拾彭越 给他带来麻烦 然后彭越手下的成意后来又接付出 那个在这地方就讲项羽陷入两面作战 一方面前线跟汉王对峙 一方面彭越在后面不断的骚扰 打断项羽的两道 越降骑兵北走古城 汉武年秋 项王之南走阳下 后来彭越附下昌翼旁二十余城 德谷十余万胡以己汉王使 这讲彭越的大功 到了最后一战了 汉王拜 后来那个死死 后来汉王拜 后来派人照彭越并立即处 那彭越说 魏帝才刚平定 上魏处 实在我实在没办法去帮忙 汉王追逐 据说为项羽所败顾灵 顾灵基本上就是最后一战的前身了 该下之战的前身 可是到了顾灵时 本来那个汉王跟彭越 跟韩兴都讲好 已经是最后一战了 大家会同兵马 共同击败项羽 可是后来发觉后来没有人 彭越跟韩兴都没有来参加 后来那个汉王就问 刘侯说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帮忙 大家都知道 明明已经是楚汉的最后一战了 为什么韩兴跟彭越的兵都不来参与 会兵共同打击项羽 为什么 难道这两个人希望我失败吗 而关键时候过桥抽板吗 不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到了楚汉最后一战时 项羽的失败已经是板上铁板钉钉的事情 汉军的胜利是一定的 可是这两个人最后反而不参与 各位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这边有非常深刻的职场上的智慧 刘侯说 当然那个这件事情在下语本记也有讲到 不过在这地方刘侯讲得更清楚 请注意他这边所讲的利害关系 他说齐王韩兴 真的被封为齐王 非君王之意 其实不是出自于刘邦的意思 这里面很多是韩兴自作主张 兴亦不自监 韩兴对他能不能继续待在齐王这个位置 他也没有足够的知情 彭越呢 本来就是靠着他打下梁帝 大部分属于魏国的地盘 魏国的首都叫大梁 首都大梁 所以梁帝就是魏帝 彭越的功劳太大了 可是刘邦因为魏王报那份高贵的血统 只能拜彭越为魏相国 今天魏王报死掉了 没有后代 而彭越也想为王 而君王却没有给这两个人 早早的保证跟承诺 各位注意什么叫做最后一战 注意我们说最后一战最后一战 可是对许举多人来说 最后一战所意味的都不是同一件事情 也许对国军来说最后一战意味着战争终于结束 对平民来说也许说和平终于到来 这叫最后一战 可是对将领来说 最后一战一旦发生那就意味着死后 再也没有太多立功的机会 也就是捞好处及争取风赏金 有打仗那些将领才能够立功 得到土地得到奖赏 在和平时代这些将领可能就只能摆着 就像台湾 就像台湾为什么那个什么 大家都知道台湾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好难不当兵 台湾那个台湾中华民国入军 战力低落 为什么中华民国入军 三四十年从来没打过仗 战力一定低落 那个你要恢复战力也很简单 实际去打仗战力就出来 大家都说宋代积平积落 南宋那个当时积平积落 当时南宋打了十年仗 那些流亡军队打十年仗 打到岳飞那个时候 哪个歌舞军阀谁不会打仗 韩世忠那些那都是村民能打仗 为什么打了几年 战力就恢复了 各位那个什么能不能打仗这件事情 简单来说和平时代不打仗 战力自然低落 常常打仗战力就提升 战争这件事情那个什么 就这么有时候说出来就这么简单 所以那个西方有个大国 每十年都一定要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 你保持自己的战力 那什么是最后一战 那有人说为什么这两个人在最后一战之前不来帮忙 因为想借此 我有老实说这两个人在刷唇 要想那个这是武将真宠 想借此在流亡面前刷唇再赶 借由不合作来突出凸显出两个人的价值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叫价 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好处 因为他们知道刘邦 非得跟他们合作不可 想打赢项羽 非得跟他们合作不可 他们趁着拒绝刘邦 来好好的教育颇奖 我个人认为说难听一点 大家这是刘邦最恨的事情 这是一个刘邦不得不接受的政治绑架 也是一个刘邦不得不让步的利益割朗 你说我觉得这两个有点贪心 那根据刘邦的性格 刘邦只要你真的能够提出正面的贡献 刘邦一定中赏 想想看在刘邦手下多少拿到好处的人 只要你挤一番非凡的谈话 万两黄金就直接献给你 就像我们接下来会讲的那个情部列传有一个 情部晚年造反 有一个人只讲打情部上中瞎三册 讲完了 当时那些能够出没画册基本上老的死掉 当时有一个平民跟刘邦讲 你要用兵就用这三 就用这番 就那一席话 刘邦万两黄金就割出去了 就封给他了 就那一席话 按照刘邦的性格中赏的作风 依照程序 这两个人一定拿到好处 可能这两个人拿到好处 这不是这两个人要 这两个人要的是破格的好处 只是这样要拿到疯王这样的破格奖赏 所以他们想借此趁这机会较假 既而不合作 突出这两个人的价值 当然说的恶心一点就是 这两个人是在摸透流邦底线下做那种政治赌注 逼你非得答应不可 他们的确的在就在那个时候把他们两个利益最大化 因为我们现在化他把利益最大化了 可是古人说若是看历史 这两人之后被灭族 有人说跟头就在这件事情上 为什么 这是一个我希望分享给各位的政治智慧 也稍稍替刘邦做一点稍稍的历史频繁 因为这两人都在最关键的时刻 违背臣子应尽的礼节 他向刘邦进行的政治勒索 分割利益 不然之在关键时刻 这一位在关键时刻 这一位在这两人是会被利益所动摇的 所以刘邦始终 以一心这两人的作为 就是来自于这件事情 后来很多通俗史决家都批评刘邦 说狡兔死走狗坡 说刘邦一旦平静天下 就不断的去那个什么杀儒工程等等 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提刘邦想想 工程其实没有做到工程该做的事情是 刘邦能够不疑心吗 大家批评刘邦疑心中 真实在是太坏了 可是希望各位也能够看到 彭约跟韩信他们在作为上 他们也有不对的地方 后来那个什么张良说 于此二国约 如果打败项羽 哪里到哪里供给彭项谷 确保他成一个地方称王 从陈以东赴海给齐王韩信 划分一个地盘 张良的意思说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必须给两人利益的保证 这点倒蛮合乎那个资本主义下 那个什么资本社会的那个什么角度 他说给这两个人功成名就的富贵保证 用利益去捆绑两人 就用利益去保证两人 在击败项羽这件事情上一定配合 利益去捆绑 当然那个什么 这样的策略也是刘邦 一贯执行的策略 用利益去捆绑两人 有时候你忠不忠心不重要 只要你忠于利益 所以你就忠于我了 这也是前面所讲赏跟罚啊 对不对 他说 张良警告 你都不得不说 张良能出捐 倘若你真的能大方的捨棄土地 许给这两个人 两人金可吃 若做不到 是未可吃 他说你若做不到 一切结果 太难承受 我们都不得不说张良在这个地方 他有极惊人的那个生活 眼光极其老辣 那个 有时候读张良 读刘侯世家 读张良的那个 张良的传 都不得不感叹 虽然张良是贵族出身 可是张良并没有 他的那个 他对人性的理解 没有受限于他的阶级 他仿佛摸透了人心 摸透了人性 因此给出这样 极惊人老辣的判断 张良基于理性的盘算 以及他对人性的揣摩 他告诉 他警告刘邦 你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他说 倘若你不愿意给这两人的利益 倘若你出于意识 意气 不愿意给这两人真的利益 将来你一定倒大煤 要注意 在这样巨大的利益考验下 人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 张良一说 不要去测验这两个人 就直接给利益 用利益全国困绑人 不然 结果绝对不是和王所能承担 于是汉王 十八十十彭月 如流喉策 果然死者盗 给了彭月 成功的保证是 彭月 就 立刻 引兵 会兵盖下 所以破除 五年 相吉已死 终于打败相 春 五年春天 过几个月 立彭月为梁王 刘邦完成他的承诺 定 定都与定逃 六年朝成 九年十年 接来朝长安 这里那个彭月安安分分 好 最后我们讲 那个彭月的结局 在汉十年秋 陈西返带地 在北方陈西 在带地造反 高地自网及 到了邯郸 据说他向梁王征兵 这时候梁王 称兵 使将 将兵 异汉淡 这地方 梁王这时候 那个什么 在汉高祖 需要彭月配合时期 不知为何 这里为什么彭月 不愿意帮忙 线索是太少 我个人也很难 合理的去 我也很难去 合理的去解释 为什么这时候 梁王 竟然称兵 根据当时的礼节 彭月应该尽力 配合高祖 亲自带兵才对 不知道为什么 彭月已经不再像过往 他的那样的谨慎 这时候彭月应该 亲自带兵才对 彭月却错误的选择 敷衍高祖 他简单说难听 他才称王几年 他已经开始在摆架子 当时 梁王 据说汉高祖很不高兴 派人去骂梁王 梁王很恐惧 据说他本来是打算亲自去谢罪的 没想到梁王的将领 护则说 王开始不去配合 等到你被骂了再去 去 你就会被活作 这显然是一个很悲观的推测 未必合乎事实 不过护则竟然做出一个大胆的 他说你为何不发兵造反 我觉得这件 这有点像是破窗效应一样 破窗效应加滑坡效应 那表示有一栋大楼 倘若有一扇窗子破了 于是许许多多坏事 就一步一步来了 据说一个窗子破了 久久无人理睬 接下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窗户 遭到破坏 开始出现小偷与罪犯 这里彭月犯的错 可是他自己又不知道该如何弥补 这可能是他那个平民出身 可是他又不愿意承担罪责 可是事情又没有发展到 就像他的将领护则所说的 就直接去造反 又没有极端到 非要走上造反的决定 其实按照那个出处进退来说 我说如果彭月真的有见识 有眼光 如果他有更多的政治经验 这时候彭月做错 他应该亲自 如同当初 赴金请罪班 像司马相如跟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 连婆 赴金请罪 亲自到长安卸罪 以最谦卑的态度 恳求 哪怕被剥夺一切的荣耀 降低身份 然后请求汉人宽恕 你姿态摆越低 越容易取得宽恕 这样啥都是 这样事情就取消了 彭月没这个经验 可是他又不愿意承担罪过错 因此他不听 继续称病 可见得想躲了 想躲事情 就像鸵鸟一样 把头躲在地上 想躲事情 后来梁王不知为何 据说他非常愤怒于 泰普他身边 他的驾驶 替他赶车驾驶 想杀掉泰使 可是那个驾驶 就因为在彭月身边 不知为何他趁机逃走 逃到长安 于是就告发梁王于负责谋反 因此汉高主就派人去抓梁王 史书说梁王不决 就是彭月一点都没有造反的准备跟警觉 就这么简单了 就把彭月梁王给抓了 然后求职在洛阳 后来有私当时的司法人员就判反行 造反的形式已经已经具备了 造反的形状已经具备了 政治确凿 其实这一点基本上那个后来争议很多 说彭月真的想造反吗 哎呀这个东西 真的确凿吗 呀 我们后来人读书都觉得 彭月是被冤枉的 他还是他真的有造反的苗头吗 那个苗头说有 说没有 好像都说得通 那个问题是彭月内心真的有想法 这难道要租心吗 当时司法人员就判 有造反的形式 要求依法 依法就是三族租啊 就是斩三族 灭三族 古人说 你的下属劝你造反 虽然你没听 然后 有人说反心一句 有人说 是那个判的司法人员太过分了 太极端了 太苛刻 也有人说 你的下属劝你造反 你没杀掉下属 所以啊 这叫反心一句 也有人说 这个反心一句 出自于司法人员那个锻炼申求 大概是没收到钱 或者觉得贿赂实在太少了 故意整你啊 武文弄末 自人于死地啊 自人于死 然而那个你说彭月有没有罪呢 有人说 你无病 而称病者在 就是你虽然没病 假称称病的事情 一而再再而再 你总有做错的地方 这是他最难以资源取出的错误行为 彭月是有错的 后来汉高祖赦免他 贬他为肃人 这其实是法外肃恩的 判他 关在 待在 属的亲衣 这其实已经法外肃恩了 我个人认为那个什么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彭月一辈子努力 想真的出头 的确他也出了头了 出头对他来说是好事吗 虽然彭月称了王 可是问题是那个位置其实 虽然有荣华富贵啊 我想彭月大概也享受 也享受了 也享受了几年 可是问题是那个位置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做 彭月做的王可是却没有王称王该有的 净对应对进退的智慧 那关键时刻做错了事 因此就 像滑坡笑人一样 扁到了谷底 后来上面设以为素人 据说彭月那个到了郑国 刚好恰逢 吕后从长安来 想要到洛阳 因此就在道路上见到了彭月 彭月本来想说 哎我们不是一起合作打仗一起革命吗 因此彭月就傻傻的 求吕后 就在吕后面前痛哭 说他根本无罪 他说希望吕后求情 他说希望吕后求他 就让他回到 他的那个故地 故乡 昌逸 后来证明 后来结果证明彭月傻傻的 以为吕后会帮忙他回到故乡 跟他却洛阳 没想要被吕后诬陷谋反 为什么要再倡议呢 可见这里反映彭月那个平民性格 想守住自家的一亩三本地 吕后表面上答应 后来又派人 彭冬之洛阳 与带了他冬之洛阳 没想到到洛阳时 吕后就跟汉高祖讲说 彭月是壮士 他能力实在太强大了 今天到了属 这是遗留祸患 可能会遗留更大的祸患 不如碎珠之 所以我带他一起来 这是吕后故意欠人于罪 吕后乃令色人 吕后吕后乃命令他的色人门客 告彭月再次模反 我个人认为 这很可能是那个什么 吕后背着刘邦 私做安排 构陷彭月 依旧不死心 想要再次造反 报复汉朝 所以这才引得 刘备 刘邦对彭月的加倍愤怒 从刘邦的角度来说 你上次造反 我法外私恩 赦免为素人了 你不敢恩 还想再次报复 这怎么可以 我个人觉得 彭月上了吕后的当 刘邦也可能被吕后欺骗 所以冤枉了彭月 有人说这两个人合谋 我觉得威逼 听Wick 意思是有人就上咒该 竹子就是灭 灭彭月的竹 后来和高祖答应 同意 于是遂一月宗祖国处 为什么吕后要坑人呢 因为吕后有私心 你若是各位 若是有进去去看吕太后世家 你会发觉 吕后在 和高祖晚期 计划性的坑了韩信 坑了彭月 把那些跟刘邦有合作关系的将领 都坑了 都坑了 当然吕后 下 彭月下场很惨 史书其他记载 彭月最后是以谋反罪处死 三族被杀 那彭月自己的尸体还被剁成肉酱 刘邦据说愤怒到 他把肉酱剁成肉汤 传给各路猪王 当时情部看到 吓得 立刻谋反 刘邦的做法反映出 他的极度的暴怒 极度的暴怒 我觉得刘邦那个什么 刘邦的暴怒 我觉得可能是遭受到吕后的欺瞒 吕后不仅坑了彭月 也骗了她丈夫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吕后有私心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这是一个非主流 主流看法是 吕后跟彭月 吕后跟那个刘邦合作 坑了彭月 把彭月给杀掉 彭月可怜 不过我若是就彭月 那个不幸出生来说 我个人认为 在关键时刻 彭月虽然为王 可是他没有为王 该有的智慧 他应该坦然的去 接受他的罪责 好 躲过这件事情 那个彭月就是拖着 想以为 以为这样就可以大事化小 没想到后来事情越来越严重 最后这段太史公约 这段太史公约也是一段 就记载在彭月列传中 一段很特殊的 为什么说他特殊是 因为太史公讲彭月列传 好像不是讲彭月这个人 太史公讲的其实是一件特殊的事情 太史公说彭月跟 卫报跟彭月虽然 卑微 然而席卷千里 就在那个乱局之中 席卷天里 南面称姑 就讲称王 蝶血 踩着千血 称胜 日游文也 这里讲这些人 在战场上 克敌自胜 有与历史事实 不过 他说 最重点是 这些人怀叛逆之意 击败 失败了 不死 却不自杀 而让自己像奴隶般被关起来 深批行路 何在 这里太史公那个也没有去论证 彭月到底是 有没有被冤枉 什么时候像太史公写韩信 还会写的 那个那个扑扑迷离 迷离 那个扑朔迷离 讲的那个好像那个什么 那个讲的那个 讲的不清不楚 可是写彭月略传 在这边那个什么 他也没变 也没去证 也没去论辩 彭月到底有没有受冤枉 不过我们一看 大家看史书 大家那个看史书 看彭月略传 大家眼光清楚一点 大家都知道彭月是被冤枉 不过在这边 太史公约也没有去论 彭月到底有没有冤枉 什么这些都没有 太史公挑一个很奇怪的角度 讲这些人 这些人在关键时刻都选择狗活 不死而狗活 他挑一个这个最特殊的角度 分析这两个人在 受辱被求食 哪怕接受污辱 承受罪罚 依然不死不自杀 保留这条命 爱史公说 忠才以上且休其行 忠才太史公说 一般人面对这种最难堪的处境 都有都想去死啊 何况像王呢 为什么这些人关键时刻都想活下来 他说 没有其他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人 才字绝了 就超出别人太多 唯一担心的就是 活不下去 独患无生儿 各位 很多人都看出来 这是太史公 重点不在于评论彭月这个人 重点其实在讲自己 优伟的心事 借此表露自己优伟的心事 古人说 这边太史公有生意在 有人说太史公 受了辅刑 不自杀 也同样选择狗活不死 以求自贱 就是自我表现 所以在这地方 委屈自益如此 也就是说 太史公借由彭月的事 基本上 他主要不是讲彭月 他主要是讲他自己 优伟的心事 挂羊头卖狗肉 表面上彭月就是那个羊头 可是问题是狗肉 基本上太史公讲的是 他自己的真正想的问题 就是生命的价值 在那种最难看的状况下 为什么我还要活下来 为什么我还选择不死 有时候想想太史公也可怜 如果太史公真的学到天让 他真的把心打开来 他也许不必太在乎这些问题 可是各位想想看 那个想想看 爆让安苏那句 那句那么有名的话 你可以看到太史公内心 那种强烈的委屈感 我有个老师推测太史公 最后是自杀了 那太史公最后到底是 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 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 可是问题是 我想太史公一定活在 那种强度的忧郁症之中 包伦安苏说他一天内 每次想到 辅行这些心 长一日的九角 九灰 那甚至有一天 他会呆呆 驾着车子 走着走着 都不知道走 哪里去 我觉得太史公有强烈的忧郁症 可是为什么 他在对抗忧郁症的过程中 那选择不死 就像包伦安苏联区 那么有棉花 他说 所以引人苟活 忧郁愤怒之中 他说 我简直是活在泥粪堆里面 而坚持活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 恨 私心有所不尽 他就是遗憾 他自己真正的心愿 没办法达成 什么心愿 就是他此气 能不能完成 因为太史公觉得 如果死记无法完成 第一个 他对不起他的父亲 他对不起他的家族 他对不起他们家族的使命 同时他也对不起他个人 智业的报复 因为他想上追孔子做纯穷 他说笔漏 末世 就我痛恨 就这么死掉 而文采不表于后 所以他始终选择狗活 不至少 也就是说 在这种生死之间 这些问题 是最吸引他的 蒋彭月 他就挑那么一个奇怪的角度 讲何以之间狗活不死 这不这么一个奇怪的角度 其实都不见得是谈彭月这样的人 那相反基本上是谈太史公的心思 实际这些地方很多啊 像管业烈传也有啊 鲍尔恩爱书啊 这边突然冒个头冒出来 那太史公实际读多了 我们都会对太史公这番心思 有凡是很深的同情 跟理解 所以在最后他说 为什么不死 就是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得色 尺寸之病 尺寸就是小小 一旦 有机会 抓住 小小的 可能性 就会在那样的大事之中 其云真龙变 欲有所会其度 什么意思就是 只要给他们一点点小小的希望 他们就能够在 难以预测的风云变化中 云真龙变 抓住一切可能 抓住的可能性 一展长彩 趁势而变成 推动局势的大脚龙 只要再给他们机会 所以活下来 才是最重要 对这样的权力人物 那个权力动物来说 活下来才是最重要 所以 我们这个月历史人物讲座 就讲到这边 愿各位跟各位分享 彭越列传中提点 一方面 讲彭越的用兵 讲赏根法 讲他的智慧 一方面也分析彭越在关键时刻 他跟韩信合作 对刘邦所进行的政治勒索 当然也感叹了 韩彭越被冤枉 他成为汉术可怜的悲剧性人物 那希望那个 今天我跟那个 我对 跟各位观众的那个报告 能够提供给各位 一些小小的那个收获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